南投望来产业园区经过县府三年多来的努力规划设置与招商 今天终于迎来园区第一家厂商爱妮雅化妆品集团正式进驻 并进行厂房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 县长林明珍感谢公司总裁陈威中愿意返乡设厂 回馈乡里带动地方发展 这一次的动土典礼包括立委许舒华 潜农委会主委陈志清 集团副总裁萧碧月 县府建制处长李政伟以及该公司股东代表 营造公司等贵宾都一起持乡助导 并职产进行动土仪式 祈求工程顺利业绩长红 县长林明珍表示 陈威中总裁是民进乡新民村子弟 平时就热心公益事业有传之后不忘回馈乡里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多年来持续捐款帮助县内弱势家庭 只是愿意回乡支持县府政策 并在旺来园区新建厂房 相信必定能够再创企业荣景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县政府 开发的旺来工业园区 由我们南投县这个乡亲 就是我们纯总裁 他是我们民间乡的乡亲 他来这边买土地 又第一间工厂先行开工 那么我们纯总裁他是对我们乡里 去南投县都非常的照顾 他为了要回馈 所以花了将近三亿六千万 来这边买土地又新建新的观光工厂 我相信他爱乡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我想我们这个工厂将来新建完成之后 一定可以带动我们南投县的这个经济 还有就业各方面的一个成长 同时我们也希望将来他这个工厂 能够再结合我们周边的 也能够把我们这个旺来原基 将来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观光工厂 还有像维瑞山丘也陆续要来动工兴建的 所以我们县政府所投出兴建的开发工业区 我相信必定是受大家的欢迎 陈总裁指出 这个厂是因为业务的需求向国际发展所设立 将来会建构成一个前卫有水准的工厂 不管是ISO或是GMP都会通过 我们这个厂是因应我们的需求 甚至于要向国际去发展 而且台湾的发展在供应方面我们也这个需要 我们准备把这个工厂要建构成一个很前卫 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工厂 不管是ISO还是GMP我们都要通过 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观光园区 都是非常多的品牌食品 那化妆品质有我们这一家 城门县府这么照顾 那么把我们引到这里来 我们一定也不会让县政府来烙气 我们一致一定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把我们这个业务向上来提升 爱尼亚化妆品集团新厂占地面积 4180平方公尺 将打造成一个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新盈且具现代化的绿色冠冠工厂 预估总投资经费约3.6亿元 记者成一致南六师采访博道